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育苗进行了一个小的改进 直接放到这个托盘里面去进行育苗了 看一下 然后呢这个托盘呢是直接放到这个水里面的 这个苗处得还不错 那边是前两天失重的一些 我们的计划是在这个托盘里面长有两个真叶 一到两个真叶以后我们再定植到这个分秒板 二次分秒板上面去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把这个育苗的海面块放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目的呢 是为了管理上更省工更方便 因为它每一个海面块是非常紧密的 这样的话它这个面积 占地面积会小 好管理 第二个呢把这个托盘放到这个这个种植槽里面 是因为是要借助于种植槽里面的那个水温 不至于到时候高温季节或者是低温季节 我们育苗的时候温度的变化影响这个育苗啊 它的一个生长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到时候一到两片真叶以后 再移栽到二次分秒板上去 因为如果说再让它再大一点的育苗的时候 担心它的根系啊 会相互来串到另外一个海面块里面去 这样的话会损害根系 所以说尽可能早一点来去移栽 咱们早点来看 咱们早点来看